五色却为十号送过三份大礼 其中一件能够帮助十号成仙 柳神在进入原始之门前 因放心不下十号的安危 所以便让自己的固有五色却多加照付十号 也正因如此 五色却之后才会相继为十号送上三份大礼 那么五色却为十号送上的三份大礼分别是什么 一、不服草 十号力展七神之后 虽得到了柳神遗则庇佑 但青铜仙殿的绿铜秀诅咒 却无时不刻都在磨灭十号的生机 直到十号体内的最后一缕生机散去 十号这才在亲人的注视下不甘陨落 只是在十村众人葬下十号不久以后 五色却便为其调来了一些奇异的泥土和草种 带到这些草种成长起来以后 小红和毛球便认出了这些草 原来这些草乃是两位先王巨头所培养出了的不服草 传说这两位先王巨头一开始准备利用还魂草和轮回草 培养出惊世骇俗的不朽草 只可惜不朽草实在泰国逆天时间很难重现此草 因此两位先王巨头只好退而求其次培养出不服草 不服草虽然没有不朽草那般逆天 但它却同样拥有还魂与轮回的部分药性 在重伤的情况下使用它便可保肉身不服神识不散 使得重伤之人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 从而使得伤势不再恶化 不服草虽然神奇但它却相当少见 毕竟此等神草仅仅只生长在类似于真龙学神皇朝这等奇地之中 寻常人想要寻得此物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不过也正是五色雀的出手相助 十号才能凭借着不服草保住一条幸运 二 九转还阳草代替品 在十号从上界返回下界以后 它在机缘巧合之下得到了真龙的托付 为此十号便将真龙的唯一亲子葛姑收为自己的弟子 不过葛姑由于先天不足 无法自己从龙蛋中出生 因此十号必须帮助葛姑补足先天不足 使其顺利降生 只是想要帮助葛姑补足先天不足并非一世 想要补足先天不足不仅需要龙角 神药 何龙灵草 而且其中更是包含了一位逆天的天才地宝九转还阳草 九转还阳草可谓是世间难寻 十号若是无法寻得此物葛姑未来的修行之路 必定会坎坷万分 想要达到父辈的成就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正当十号仇余无法找到九转还阳草之时 五色却为其送来了一根干枯的植物 这根植物之中蕴含了极强的生命精气 十号一见其便觉得这根植物大有来头 他甚至感觉这根植物就是九转还阳草 不过葛姑却告诉他 此物并不是九转还阳草 但此物的来头也相当巨大 可以作为九转还阳草的代替品 也正因此物的出现 十号才替葛姑补权了先天不足 致使葛姑未来成为了像真龙一般的先王强者 十号从柳神手中得到原始真解之后 他便愈发觉得原始真解的不凡之处 因此后来他和上界道统一样 都想得到原始真解的超脱片 毕竟这一篇章蕴含了成仙的秘密 只可惜十号在下界苦寻多年 却仅仅只在至尊殿堂的传承之中 找到超脱片的残片而已 不过即便是没有超脱片的帮助 十号最终也是逆天成仙 十号成仙不久以后 他的儿子小石头便诞生了 小石头出世那日天生异象 就连大道都为其赐福 此等异象让十号的众多亲朋 纷纷前来祝贺 不过最让人惊讶的还是 在下界消失已久的五色却 居然出现在了上界 并且他还为十号送上了一份大礼 十号对此物并不陌生 此物正是当初十村消失已久的药顶 十村药顶经过下界七神一战之后 它原本漆黑的颜色早已经消失 如今的药顶早已经是一副 洁白如玉的模样 十号一抚摸此药顶才发现 原来药顶的材质 居然与原始真解的材质如此相似 在十号用至尊殿堂传承中的超脱片 补全十村药顶之时 完整的原始真解超脱片便再度现实 只可惜此时的十号已然成仙 原始真解超脱片只能相互印证它的道而已